近日,全世界多位重要人物集中访华。我们看看都有哪些重磅角色。 一、东南亚和欧洲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西班牙三国领导人。将在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时候,到访北京。 三位领导人身份地域各异。代表了老中青三种关系。 其中,李显龙是来华访问次数最多的领导人之一。马来西亚安瓦尔总理是就任后首次访华。 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,则是首次访问中国。 今年和明年,分别是中国与西班牙和马来西亚建交五十周年。 这位两位领导人的到访平添了几分喜庆。 而李显龙时隔四年再度访华。 无疑也将推动中心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提升。 二、南美桑巴王国。 虽然原定于本周一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,因健康原因未能呈行。 但巴西农业和畜牧业部部长法瓦罗,一律规模异常庞大的商业代表团,于22日底经。 为两国之间的潜在合作铺路,并在采访中直言。 他的任务是要重建中巴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。 此外,据彭博社报道称,在巴西总统卢拉访华前,数百名巴西农业企业代表已经提前涌入北京,寻求增加对华出口合作,并吸引投资。 三,欧洲扛把子。 欧洲方面,马克龙已经主动公布访华计划,据悉他已邀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,打算于4月4日一同来华访问。 四,投石问路,老马石图。 3月27日下午,马英九率团抵达大陆记组,并带领台湾青年前来交流参访。 顺便提一句,另一位大家熟知的马云,已于日前低调回国,现身杭州总部,令商界同道精神未知一阵。 五,澳大利亚。 据澳媒消息,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,将非赴中国展开突破性访问。 这将是他自2019年以来首次赴华访问,也是澳大利亚州籍或联邦官员,自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访中国。 安德鲁斯表示,尽管遭受疫情冲击。 去年,该州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,仍然超过400亿澳元。 六,世界头号脚屎棍。 最耐人寻味的是,在各国领袖纷纷开启访华之旅的同时,就连美国也悄然派出高官,对中国进行了低调访问。 据媒体报道,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,在刚刚过去的一周访问了香港、上海、北京等地,与学术界和商界人士会面交流。 而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务院,新成立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的负责人。 华自强此行走访清户智库,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。 意在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铺路。 讽刺的是,虽然这位美国务卿副助理,精心给自己起了个清华意味浓厚的名字。 华自强,然并卵。 他连个中方的正式官员都没能见上。 只限于跟学术和商界人士进行了交流。 中国打发叫花子的手段,越来越简单粗暴。 既然明知道你是想来要饭的。 那就先请你吃上一碗闭门羹。 为何世界各路豪杰突然开始集中访华? 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人心所向,更是大势所趋。 最近这段时间,美国和瑞士的银行相继爆雷。 后续的流氓操作,更是令欧美银行业的百年信誉毁于一旦。 所有人都已经觉醒。 清楚的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和传统秩序。 已经风雨飘摇,大煞将清。 既然暴风将至,那自然要未雨绸缪,重新规划未来。 在这种情况下,洪都拉斯果断抛弃台湾并与中国建交。 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,是顺应大势的正确选择。 洪都拉斯位于中美洲北部,可以说就在美国的眼皮底下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的邻家小国。 如今都不把美国放在眼里。 可见美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,已经衰落到了何种地步。 这个结果其实早在两年前。 当中国对美国说出,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。 你们平时立地位,同中国说话的时候,就已经注定。 中国如此讲究韬光养晦的一个谋略大国。 当它有朝一日突然拍案而起。 跟你摊牌的那一刻,就已经宣布了你的失败。 外交的底气来源于国力,历史是一面镜子。 今时今日,中美两国也走到了两强并列的十字路口。 随着国力的提升,中国在外交场合逐渐硬气了起来。 同时我们也要吸取历史教训。 不要对美国抱有任何幻想。 实际上,我们之所以对美国的会晤请求并不感冒。 也正是因为我们以史为鉴。 清醒地意识到美国的口秘附件和叵测居心。 并做出了坚定的抉择。 这抉择就是以王道,制霸道。 以建设对付破坏,以团结对付霸凌。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和价值观。 制约一家独大,唯恐天下不乱的世界头号脚屎棍。 得道多注,失道寡注。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 3月23日,在北京国际论坛开幕式上。 赞比亚总统西齐莱玛狂喷美国,狂赞中国。 直言不会道,美国拿什么和中国比。 西齐莱玛说美国拿什么和中国比。 中国才是值得交往的国家。 中国和中国人民在发展的时候,从来没有对任何国家实行过殖民主义。 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国家。 没有让任何一个国家屈服于它。 在发展的过程中,中国仅最大可能去尊重别人。 尊重他们的历史,尊重他们的文化。 中国才是真正值得交往的朋友。 肺腑之言,情真意切。 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友谊,可谓是中非友谊的典范。 以坦赞铁路为例,这条全长1860.5公里,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干线,是中国原非的一份大礼,花费了中国大量心血。 从1965年中国开始帮助勘探,到1970年正式动工,再到1975年全线建成。 中国愣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那种自身尚且贫困的艰苦条件之下,圆住了非洲一条交通大动脉。 而美西方,给非洲带去的只有殖民战乱和灾难掠夺。 赞比亚总统的这番话,道出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心声。 从非洲到亚洲,从欧洲到南北美洲,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控诉美国,表达不满。 近日匈牙利外长就公开吐槽,称因为不服从外部势力发号施令。 匈牙利已被美国视为对手,人心向背,一目了然。 在世界各国都顺应大势,纷纷访华之际,美国自己最先坐不住了。 他比谁都希望能够跟中国展开会晤,让中国再一次为他买单。 连你自己都想跑来巴结中国,又如何能让盟友们信服? 美国已经注定了其最终失败的结局。 因为看到连你之计都要一和,所有盟国都不会再出兵帮你。 这次在中美一系列明争暗斗之后,美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的不请自来,颇有一番当年赵国派是父亲的味道。 时代变了,历史的轮回已经到来。 这不是2008年,更不是19世纪。 中国已看清未来,不再抱任何幻想。 中美世纪博弈,中国必将笑到最后。 其实这就是美国的现状。 硅谷银行的爆雷,彻底扒下了美国的底库。 将它的孱弱,一览无余地展露在世人面前。 既然霸主现了原形。 那些曾经冲着霸主地位,前来攀附的各路资本和豪强。 就只好树倒胡孙散,大难临头各自飞了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也随着硅谷银行的一声惊雷,而进入到最高潮的部分。 此战过后,二战以来确立的美国霸权,将正式越过拐点。 属于美国的帝国时代,开始步入尾声了。